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载传愿行 万古岂得一 欢迎收看高僧行仪 神光也就是慧可大师 他为了求法可以说翻山越岭 来到达摩大师的石洞前 表达出他坚定的性质 在戏里面 慧可大师他说 要行常人所不能行 忍常人所不能忍 昔日古人为求无上道 做出了多少事迹 是那样子的不可思议 在今天戏里面 神光慧可大师在大雪天煽动之前 向达摩祖师求法 很坚定 那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叫做《不法掩泥》 这也是神光大师所讲过的 《不法掩泥》里面的一个故事 这是说有一个仙子 他看到了这个燃灯谷佛 过来的时候 前面有一滩的泥 那这一滩的泥因为积了水 积了水以后他就很担心说 燃灯佛如果从这边过去的话 就可能会把他的衣裳 衣服 脚这边弄湿了 弄脏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把他身上的这个鹿皮衣 就披住在那个泥巴上面 就是这样鹿至少是比较平的 你不会去见到水 可是好像也都还 这样盖住了 可是好像还不行 还有一些水 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头发 就是铺在这个地上 你可以知道他整个人 应该就是趴上去 让他去头发去 掩护不要让这个泥巴 污染到这个燃灯佛 所以燃灯佛一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 其实心下就是非常感动的 这个人的求法的意志 是这么样的一个坚定 不只是身上的衣服 连头发都可以变成是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从这故事里面看到 求法的迫切 他心里头很响 这种欲望是很坚强的 然后是很坚定的 另一个故事叫做舍身胃虎 舍身胃虎或者鸽肉胃鹰 我们都常听到在佛教里面的 一些故事里面是 很流行的 很广 因为这是佛陀所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修行的人 去看到了一只老虎 那这只老虎是非常的饥饿的 因为它没有吃什么东西 肚子饿得要死 那偏偏它又有几个小老虎在旁边 那它想要去养小老虎的时候 怎么办呢 因为老虎不止一只 还有两三只 所以它就吃掉了一只 为什么要吃掉它的小老虎呢 因为它不吃它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去供养其他的老虎 能够活着 那这个修行人看到就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来吃我好了 就是我愿意 就是贡献给你 你把我吃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给养大 你就不用那么样 这个忍受饥饿 然后还要去照顾幼虎 所以舍身胃虎 这个都是相当的一个 有一个求道求法的一个精神意念 是非常的强烈 不管是用你的物法护眼泥 或者是舍身胃虎 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就是在禅宗的传承里面 慧可大师在见到达摩的时候 他是这个在雪中助力着 然后是跪求佛法 那对求佛法的时候 达摩祖师是一开始 也不太怎么去接受慧可大师的 你要告诉我 你的求法的坚决意志到哪里 所以据说他就断臂求法 把他手臂砍断之后 就这个下雪 然后这个整个来讲 就变成红雪了 也印证了 除非见到红雪 我才会收你为徒 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他的断臂求法也显示 这个慧可大师的求道的坚决心 感恩老师 慧可大师 力雪过息 断臂求法可以说相当的感人 然而传法求法是否一定要断臂呢 在资门重新录 莲齐大师告诉我们 如果传法必断臂 则诸足无完肤 成佛必然身 则诸圣皆交累 更重要的应该是 烧烦恼身 断无明臂 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透过高僧传的演绎 仿佛跟着历代祖师 再次回顾他们的一生 传法求法可以说相当的艰辛 节目很高兴 邀请到森翠凤森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是 刚提到我们历代祖师大德 他们传法求法都是艰辛的 我相信老师您在演绎的过程 其实也相当地不容易 其实很多的困难 尤其我们本来是从菩提禅心 然后转成了高僧传 高僧传它的演绎又更困难 因为这些法师们都是真人真事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可以杜传 也不可以神通 我第一个接到的高僧传是红衣法师 这对我来讲一直到现在印象很深刻 因为你第一次做高僧传 那自己又非常地要求完美 希望把它做到很棒很好 所以当接到高僧传这样的剧本的时候 已经只剩一个月让我制作 其实我们的经验已经算是非常地丰富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又觉得真的是不够 第一个光是他那个年代 是 红衣法师的年代就是清末 明初 军阀 日本都有 那我这样算下来 大概要一百套的戏服位 不同的年代 纵使我花很多的金钱 也找不到人设计 因为没有人敢接 我就跪在我的佛堂 然后我就跟佛祖 菩萨祈求 我说我现在要制作第一个高僧传 但是我的困难第一个就是 我根本没有服装 那场景那个都还没有去思考 第一个就是服装 你没什么人穿 是要怎么表演 怎么怎么弄音 我说我现在找不到设计师 能不能佛祖菩萨 你们一定一定要帮我忙 冥冥之中要帮我找出贵人 我是每天礼佛的人 但是只要遇到更大的困难 我就是跪在哪里 我就是赖皮 我就赖给佛祖菩萨 说也奇怪 然后忽然间就是我的好朋友 认识了快二十年 他是在做世上秀的 吴亮宜老师 我找不到人 所有能够做古装的 我都问过了 后来就遇到 通电话我就问他 我说 老师 你有没有空 他说 有啊 我刚好修一个月 我心里想 一个月 老师 你不去大陆 他说 没有 我这个月我在台湾休息 我说 老师 你赶快你来救救我吧 我要做红衣法师 然后我需要很多很多的衣服 而且这衣服租不到 那因为我要求比较完美 我觉得说 我一定要重新量身制作 给梅珠系的高僧大德 里面的人物 他就说 那你什么时候要 我说 老师 我一个月之后要开拍 我说 难怪你找不到人 那是一定的 没有人敢跟你做 我说 老师你可以帮忙吗 可以帮忙 他说 那你这个高僧是谁 我说 我要制作的是 红衣法师 他停了几秒 他说 好 我帮你做 我帮你赶赶看 他说 他也是尽量赶 是 然后终于我们就这样 把衣服给赶出来了 后来我问他 他为什么赶紧 他说 孙姐你知道 有多么的微妙吗 因为我刚好就修那一个月 你打来 第二个问题是 你要做的是红衣法师 人家才刚招待我去走 走过红衣法师的那个寺庙 居然他接到的是红衣法师 他觉得说 这个太奇妙了 所以他才敢接 他说 大概就是缘分到了 就在我们结缘之后 往后我每个高僧 我都是找吴老师 因为他跟我一样 对高僧传 对做佛教的故事 非常非常地有心 我就跟他讲 吴老师 我们一起来红法 我知道你也是佛教的信仰 他没有第二句话 他非常忙碌的 而且在服装节 在设计节 尤其是时尚界 它是属于大师级的 所以我觉得说冥冥之中 大概是佛菩萨 有把贵人找出来 后来我就遇到了吴老师 后来慢慢制作很多高僧传 也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我同样的又跪在那里 又祈求了 所以我常常 我现在自己的感受就是说 真的有牵贤的有保病 我们有败也有保病 他一般人有败也有保病 虔诚的心 他会感应 他会听得到的 所以就过得了我 吴老师 所谓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而我想最好的感应 就是我们要坚定自己的心智 如同上人告诉我们的 愿有多大 力就有多大 如此来完成传承法脉的使命 发心容易 横持难 有了求法的心 更重要的是要横持那一念心 所谓不忘初心 成佛有余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等会别忘了继续观赏高僧传 菩提达摩 好 我们下次再会 好 我们下次再会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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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